报恩的大规 阿辉是一位志工 他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 不管是动物或者是人 遇到了天灾困难 他总会跑到第一线去协助帮忙 阿辉 你又要去哪里啊 妈妈 你没看到新闻吗 在山区里发生了地震 那里需要人去救援 阿辉 那里太危险了 不要去了吧 妈妈 没事的 地震已经过去了 不会有危险的 怎么会没有危险呢 地震之后总是会有余震的 而且那里又是山区 容易发生土石滑落的 妈妈 灾区的人需要我去协助 而且你不是也从小教育我说 多做好事 上天也会帮我们吗 我这是去行善做好事 上天一定会保佑我没事的 好了 妈妈 我的朋友在下面等我呢 我要走了 阿辉 阿辉 你一定要小心啊 妈妈 你不用担心 我会注意安全的 好吧 我们已经进入灾区了 要小心点 路旁的山坡已经松动了 随时都会有土石掉落的可能 嗯 我们要赶快穿过这片危险的路段 如果一旦发生余震 那可就危险了 是啊 你看路边那些掉落的山石 如果被它砸中的话 后果可不堪设想的 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一波余震发生了 大块的山石 纷纷从路边的山崖上滚过 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啊 啊 山石又开始往下掉落了 小刘 你开车要小心啊 会的 这个路段真是太危险了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段路才行啊 哎呀 你们看 那块石头下面是什么 好像是一只乌龟啊 哎 没错 真是一只乌龟 可怜的家伙 怎么跑到路边呢 这下糟糕了 它可能已经被大石头压死了 它还活着 你们看 这只乌龟还在动呢 它还活着 赶快停车 啊 这只乌龟的命可真大啊 要是没那几块石头的话 它必死无疑了 啊 就算它没被压死 也不可能活太久 你们看这块石头 多大呀 它根本没办法逃脱的 所以 最终还是要饿死在这里 我们要想办法 把它救出来才行 否则 它真的会饿死在这里 这么大的石头 我们哪里能推得动啊 老辉 你看山上的石头 一直在往下掉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才安全 要是真的发生了土石滑落 那我们谁也活不了 是啊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你们看啊 它多可怜啊 我们一定要救它出来 它的确可怜 但是这么大的石头 我们也搬不动啊 我们可以用它 作为杠杆 把那块石头撬开啊 这也太浪费时间了 阿辉 我们不能在这个危险的地方 待太久 是啊 阿辉 灾区里的灾民 还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呢 我们还是快走吧 不要离这只乌龟了 不 我们一定要将它救出来 我们这些年 一直在做善事 见死不救的事情 我是无论如何 也做不到的 嗯 阿辉说的有道理 我们这次出来 就是为了做善事的 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好吧 那我们就赶快将 这只可怜的乌龟 救出来吧 阿辉和朋友 一起来到路边 倒在地上的小树旁 然后 一起将小树上的枝干折断 打算用树干 做成杠杆 来撬开石头 一会儿 你背上的石头松动了 那就赶快往外爬 你听明白了没有 我们可要小心一点 不能伤到这只龟的 放心吧 我知道的 一二三 用力 来 让我们再来一次 在阿辉和朋友的努力下 这只乌龟 终于从巨石下爬了出来 这时 大家发现在他的贝壳上 竟然被巨石 押出了一个 形形的图案 哎 这个压痕 还真是挺别致啊 是啊 这只龟 也真是幸运 被这么大的石头 押住了 却只留下 这么一处小小的痕迹 好了 我们现在赶快离开这里吧 好了 我们要走了 公路旁边就有条河 你也快去吧 小心 别再被山石砸到了 转眼间 十年过去了 阿辉和他的朋友 依旧热衷于行善 这一天 他们买来一些鸟雀 到山林里进行放生 由于贪恋山上的美景 他们在天快黑了的时候 才开始下山 我们要加快速度了 天马上就要黑了 天黑后 想要下山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是啊 我们真不该在山上 停留那么久的时间 这条路 是我们上山时候 走的那条路吗 我们好像迷路了 这类好像真的不是 我们来世所走的路 难道 我们真的走错路了吗 哎呀 不好 看样子要下雨了 我们赶紧走吧 怎么会这样 如果下雨前 我们还没找到下山的路 可就糟糕了 要知道 一场大雨 是很容易引发山洪的 真糟糕 真的下雨了 哎 不管了 我们就顺着这条路走吧 现在赶快下山 才是安全的 情况越来越不妙啊 雨越下越大 果然引发了山洪 此时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阿辉和他的朋友 被困在山上了 路又无法看清 他们真正到了 进退无路的地步了 现在我们该往哪里走啊 现在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不敢到处的走啊 可是我们一直停留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 你们看 那里有灯光 说不定是山上 守灵园的屋子 然而 当他们走近后 却发现 原来那两盏灯光 是一只大乌龟的双眼 原来 是一只大乌龟啊 我还以为是灯光呢 不过 这只乌龟的体型 好大 你是要我们 跟你走吗 你要带我们下山吗 来 我们跟着这只大乌龟走 它是来帮我们回家的 这只大乌龟 带着阿辉和朋友三人 一直往上游走去 原来 在接近山顶的地方 有一条路 可以通到山崖下面 真是不可思议啊 这条神秘的小路 竟然能通到山下 啊 终于走出了大山 我们现在 安全了 谢谢你 大乌龟 真是太感谢你了 哎 你们看它的背上 有心形的压痕啊 是啊 大乌龟 难道 真的是你吗 大乌龟 谢谢你 救了我们 多年前 冒着生命危险 救助乌龟脱离险境 多年后 当自己遇到困难时 乌龟也及时地伸出援手 帮助救命恩人 渡过难关呢 咕噹